有的时候坑你的人就是你最亲的人 你点 就唱顾湘吧 你过来 不是喜欢撒狗粮吗 来跟我们好好撒一把 来来来 他唱顾湘 你做粉丝 跟他打拍子 好不好 给我们撒把猛的 跟他打拍子 好不好 给我们撒把猛的 打开 嗯 不是要砸狗粮的吗哎呀行吧第二轮选择虚火流 还有两盏灯直接进入弹前扑上感情 好了好来这个薪资有问题吗要谈吗这是保底薪资好考虑一下要 听一下老婆的意见吗 好老婆已经给了意见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那边可以挣一万五哎 你这样独类老师我得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让你补充 特别好特别好 我们这边的就是 销售的底薪是这样 然后 偷偷如果说收入的话 基本上 半年以内可能能保证月薪工万 那我可以告诉你 我基本上三年以上的员工 一年三十万或者一年五十万 其实还很不错 裂聘是上市工作 对 我们是一家上市的科技的互联网公司 我也补充一句 你未来是要创业的 你今天这份工作不是为了去工作 而要寻找到未来创业的方向方法论 做好基点 选谁 现在选谁啊 你 我觉得这是他自己应 我问你 你的建议是什么 我的建议是 你选择他的原因是什么 说一下理由嘛 因为这种单位我觉得都是靠能力挣钱吧 比如说年入三十万还是年入百万 这是靠你个人能力的 这样的话更能证明他的能力 不用我说什么 对 老板也会知道 所以在一个也是上市的大公司 我觉得 如果真的他做到了年入百万 可能他下一步就不去创业了 这个什么都不是那么绝对的 你听出你老婆的味儿了吗 她说了一句重要的话 她进去了之后将来是不是创业 还不一定 走哪儿算哪儿了 你听出这个意思了吗 懂 懂啊 你确定你懂啊 好啊 你考虑一下 十秒钟做出你最后的决定 可以决定吗 身浮加速器和裂聘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考虑一下 十秒钟做出你最后的决定 可以决定吗 身浮加速器和裂聘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真的 去吧 她没听懂 她雅根没听懂 你雅根没听懂 你老婆说是吧 妻子说一下 你刚才说那番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想 如果她在这个裂聘本身就是上市公司 就是大公司 我觉得这个平台 足够她去游荡去遨游 所以她可能做到一定程度 能力也到了中上层 年入也百万 家庭生活也特别好 她也做得非常得心应手 她可能自己就不想再去创业了 刚才那个陈伯腾老师也说过 现在创业的成功率只有2% 但我觉得她今天选择其实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说实话 你要是真的去到涅拼网 你不一定能够真的像老婆说那样 能够做到高管去 而且说实话 你的需求不是证明自己 也不是挣钱 你需要的是找到你的创业当中 你的短板 找到你的问题 以及怎么样去解决它 然后把创业变得更成功 所以我觉得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今天正确还是错误 不要用时间来考验 自己去感受吧 再见 谢谢